1966年的一个寒夜 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 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 博尔赫斯后来为他写了首诗 此后他在陆地上每一瞬的喜怒哀惧 都将对应着硬币 在海底每一瞬间的无知无觉 1985年 博尔赫斯去世的前一年 一位澳洲富商在航海旅途中感到无聊 借了同伴的书来看 对文学从无兴趣的他 被一首题为《置一枚硬币》的诗 猝然击中 1997年 在十余年成功的商业生涯后 这位财富不可估量的商人 成了博尔赫斯的头号崇拜者 他收藏了博尔赫斯各种版本的作品 但这些仍然无法平息他的狂热 童年春天 一个念头在黎明时分掉进他的梦中 促使他资助了一场史上最荒诞的壮举 他要找到博尔赫斯 扔进海里的那枚硬币 他买下了一艘当时最先进的潜艇 并加以改进 聘请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学家 潜艇专家和海底作业员 富商要求的 仅仅是在他们科研工作之余 顺便寻找一下那枚硬币的踪迹 这支队伍的队长陈队长问他 要是一直找不到呢 富商回答 那我就一直资助下去 为了避免受到干预 这次科考行动从未向外界公布 1999年底 潜艇与地面失去联系 推测是在探索海沟时失事 次年 富商病逝 他的孙女在多年后翻看他的遗物时 发现了海底的录影带 其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影响 潜艇于1998年11月 驶入一座珊瑚构建的迷宫 队员们误估了两座珊瑚礁之间的距离 等着潜艇被卡住 动弹不得 六小时后 镜头拍到远方驶来一艘蓝色的潜艇 向他们的潜艇发射了两枚鱼雷 鱼雷精准地击碎了珊瑚礁 而那艘蓝色的潜艇 则像幽灵一样消失在了深海 我国知名印象派画家 象征主义诗人 陈透纳去世后公开的手稿里 有一篇追忆他早年生活的散文 也许能为这一神秘事件提供另一种解释 国庆时回了趟老家 老房间的旧床实在太好睡了 随便一个睡姿里 都重叠着以往时光里 无数个我的同意姿态 从小到大 一层套一层 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我觉得格外充实 安适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依然爱这个房间 尽管 他已经不再是潜水艇的驾驶室 父母喊我吃晚饭的声音 好像从遥远的岁月里传来 穿衣服时 我依然无法相信 自己已经三十岁了 晚饭时母亲说起 上礼拜沈医生过世了 以前她给你看过病的 你还记得吧 我摁了一身 中学那几年 我像着落膜一样 沉浸在病态的妄想里 自己倒没觉得什么 可对我父母来说 那是噩梦般的纪念 不过现在 一切都过去了 我也结婚生子 进了一家广告公司 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大家都觉得很欣慰 从初中起 我就被过度生长的幻想所缠绕 我指着房门上的木纹 说这是古代将军的头盔 那是熊猫的侧面 爸妈也都觉得像 有一天 我爸回家 发现我一脸严肃的 盯着正在抽水的马桶 他问我在干嘛 我说尼斯湖上 出现了一个大漩涡 我们的独木舟 快被吸进去了 他只是默默地头说 要不要我来救你 不然就来不及吃晚饭了 我对着一根圆珠笔心 也能看上一整节课 所以成绩可想而知 四年级的时候 我迷上了看山水画 我看见美术课本上 映着秋山晚翠图 一下就找了迷 我从画底的云烟里 攀上山脚的怪树 一直一直爬到画上方的 小木桥上 在画中花了三天 在现实中 则用了两节课 老师经常向我爸妈告状 初中之后 我对历史地理蛮有兴趣 但也只是随便听一点 不慎了了 用这点灵芯知识为养料 我的幻想 越发繁茂地滋长起来 我随时随地开小差 对着什么都能奏神 时不时就胡言乱语 同学们都觉得我是怪人 成绩自然一塌糊涂 爸妈先是带我找了 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 后来又看了几次心理医生 和脑科专家 有说我妄想症的 有说没毛病 只是想象力太丰富的 总之都说没辙 说等过几年 孩子大了 没准就好了 爸妈常常叹气 我倒觉得没什么 我能一边挨老师的骂 一边在太空里漂浮 谁也管不着我 谁也捉不住我 此外 我察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 有天夜里 我看了好久 莫奈的睡帘 梦里在那些花瓣间遨游 醒来之后 枕边还有淡淡的幽香 早饭的时候 母亲问我是不是偷喷了她的香水 由此我推测 只要将幻想营造得足够结实 就有可能和现实世界交融 在某处接通 初二那一年 我发明了新的游戏 对着阳光里的浮沉幻想 我想象一颗尘埃 是一颗星球 我把这颗星球的历史 从头到尾想出来 我决定用一天 来编造一百年的历史 想了几天 一切就自行发展起来 有时我甚至觉得 我们星球上所发生的一切 其实不过是另一个人 对着尘埃的幻想罢了 但我发觉 这游戏有个缺点 就是无论我如何设置开头 尘埃上 一定会发生世界大战 试了好多次都无法避免 我被厮杀生 弄得彻夜失眠 只好终止了幻想 就像用手 掐灭一个烟头 接下来 我发明出了最让我着迷 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游戏 我造了一艘潜水艇 我爷爷是个海洋学家 我七岁那年 他不顾家人反对 以六十岁高龄 受邀参加了一次海洋考察 具体去哪里做什么 都没对我们说 然后 他再也没有回来 在我的想象里 他和大海融为了一体 十四岁那年 初三上学期 我决定开始经营一次海底的幻想 我在课堂笔记的背面 画了详细的草图 设计出了一艘潜水艇 材料设定为最坚固的合金 发动机是一台涌动机 整艘潜艇的形状 像是一枚橄榄 挺身为蓝色 潜艇内部结构 和我家二楼一模一样 而我的房间就是驾驶室 我是船长 队员还有一只妙娃种子 和一只皮卡丘 每天夜里 我坐到书桌前 用手指敲敲桌面 系统便起动 桌面变成了控制台 上面还有各种仪表盘 前方的窗窝里 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 副驾驶位上的皮卡丘说 皮卡皮卡 他的意思是 Captain Chen 我们出发吧 挂中其实是雷达屏幕 显示附近有没有敌情 航行的时间 我就设定为1997年 因为那时我爷爷 还在进行海上考察 没准能遇上他 我握着台灯的脖子 其实这是个操纵笔 往前一推 果决地说 出发 前途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 平稳地行驶起来 这一路 我们经历了很多冒险 我们被巨型章鱼追击过 一整夜都在高速行驶 后来潜艇降到海底 启动隐形模式 伪装成一块岩石 我们在珊瑚的丛林里 穿行了三个晚上 那里像是一座华美的神殿 我们遇到一艘潜艇卡在那里 不知是哪国道 我们出手救了它 有可能 我们穿透进了现实的海底 也可能 那艘潜艇 是另一个人的幻想 我们没有深究 自从开启了这场幻想 我白天的胡思乱想少了很多 因为我要把想象力 挤住在夜间使用 但我依旧不怎么听课 高二的一天夜里 我下了晚自修 兴奋地小跑回家 今晚 要去马里亚那海沟探险了 为了这一天 我们做了好久的准备工作 皮卡丘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进门 我发现爸妈都坐在客厅里 沉默地等着我 桌上放着我的笔记本 摊开着 每一夜都画着潜水艇 我脸上发热 盯着本子 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 父亲开了口 他说 透纳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看着他们灯光下的愁容 第一次发现 父母老了很多 这几年 我整天沉浸在海底 根本没仔细打量过他们 那晚 他们对我说了很多 倾诉了他们这些年的忧虑 母亲哭了 我从未在父亲脸上 见过那种无助的深情 那是一次沉重的谈话 又在快乐的顶峰 迎头照来 以至于多年后响起 语句都已经模糊 心头 人觉得一阵灰暗 高考 就业 结婚 买房 这些概念 从来都漂浮在我的宇宙之外 从这时起 才一个接一个地坠落在我眼前 其实 我除了爱走神 成绩差 没什么反常的举动 但父母 能看出我身上的游离感 他们知道我并非只在这个世界生活 而我浑浑噩噩 竟从未察觉到自己的病态和他们的痛苦 我第一次尝到什么是焦虑 当晚入睡后 我没有进入潜水亭 只是做了许多怪诞的梦 梦中的景物都是扭曲的 像是现代派的怪话 第二天 我试图专心听讲 却发现已经无法做到 我走神 不可抑制地走神 就这样 过了三天 这三天 我都没有去潜水亭 我当然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 那里边 爸妈并不为我担忧 我依然每夜开着潜艇 在海底漫游 但那晚 他们憔悴的面容 和疲惫的声音 已经刻进我的脑中 我做不到那样自欺欺人 从高考相比 去玛里亚那海沟探险 实在是太无关紧要的事了 我不忍心再让他们难过 我要争气 第三天晚上 我想好了对策 闭上眼 我让所有的想象力 都集中到脑部 它们是一些淡蓝色的光点 散布在我周身 像萤火虫的尾焰 而这时 它们都往我的头顶涌去 过了好久 它们汇聚成 一大团淡蓝色的光芒 从我头上飘升起来 渐渐脱离了我 这就是我的对策 我想象 我的想象力 脱离了我 于是 它就真的脱离了我 那团蓝光 向窗外漂去 我坐在书桌前 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虚弱 最后 它像会心一样 冲天而去 第二天 我拿起一本书来看 看了一会儿 惊觉自己真的看进去了 课堂上听讲也没问题 居然整整一节课都没开小差 听课时 对身边的一切 我都视而不见 这种适度的麻木 真令人舒适 我好像从热带雨淋里 一下跑到马路上 这里不再有繁米的枝叶和泥沼 眼前只有确凿的地面 和匆匆的人流 于是我一路小跑 追了上去 高三一年 我突飞猛进 老师们都说我开了窍 同学们背地里说 我脑子治好了 后来的事 不值一提 我考上了不错的大学 进了一家广告公司 结了婚 我的脑中 再也不会伸出藤蔓 它变成一个普通的脑袋了 想象力也一般 和常人相差无几 工作中 有时甲方和领导 还说我的方案缺乏想象力 那时 我真想开着我的潜水艇 撞死他们 有时 我也试着重温往日的梦境 但没有用 我最多只能想象出一片深蓝的海 只有一次 我喝了点酒 睡得格外暗示 梦中 我又坐到驾驶台前 皮卡丘推着我说 皮卡皮卡 我看看时间 原来 我们还停留在1999年的海底 我离去后 潜水艇中的一切 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他们不知道 我多年前 已经舍弃了这里 随后 我就醒了 带着深深的惆怅 我意识到 当年的对策 有个致命的疏漏 当时 我急于摆脱想象力的困扰 却没有设定好 如何让它回来 现在 我有更好的方案 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保险柜 把想象力 想象成一些金块 将它们锁在柜中 再把密码 设置成一个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 若干年后 才会知道的数字 比如 我结婚的日期 或是2022年 我的电话号码 这样 我就能偶尔回味一下旧梦 来一场探险 但是 现在 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想象力 可能早就飞出银河系 再也回不来了 国庆最后一天 离家前夜 我坐在书桌前 敲了敲桌面 什么都没发生 望着窗外的夜色 对自己说 Captain Chen 准备出发吧 尚文 坐于陈透那30岁时 当时 他还在广告公司工作 后来迷上作画 辞职成为画家 晚年 他在回忆录于静里说 50岁后 我停止了作画 许多人说我 江郎才静 其实不是的 我的才华 早在16岁那年 就离我而去 飞出天外了 我的火焰 在16岁那年 就熄灭了 我余生成就的 所谓事业 不过是火焰熄灭后 生起的几捋青烟罢了 公元2166年 一个夏天的傍晚 有个孩子 在沙滩上玩耍 海浪冲上来 一小片金属疙瘩 腐蚀的厉害 小孩捡起来看了看 一仰手 又扔回海里去